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方》,今夜是我与新婚夫君的洞房花竹叶,可我们俩并不熟,今夜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或者说是我单方面第一次见他,因为他是个瞎子,他遣退了房里的丫鬟婆子,与我同坐在喜榻上,公子的声音清润如玉石相机。 林姑娘,我看不见,今夜这盖头你得自己掀了。 我轻答,好,却没有动作,因为我早就自己掀了盖头,桌上的糕点被我吃得只剩一半,喜榻上的红枣酥糖我也吃了不少。 纵使已经吃得很饱了,我却还是忍不住流口水,因为面前的公子实在秀色可餐。 我吸了吸口水,客气地问他,公子,可否要我替你更衣? 公子还没回答,便剧烈地咳起来,好像要把肺腑都要咳出来似的。 我这才想起来,公子身体不好,我嫁进薛家就是为了给他冲洗的。 这样好看又温柔的人,却身体孱弱又眼盲,真是可惜。 心中惋惜着,我轻轻拍着公子的背,给他顺气。 薛公子止了咳,抱歉道,林姑娘,嫁给我,实在是委屈你了。 公子苍白的脸上有种破碎的美感,我立马摇摇头,握住了他的手解释,嫁于你,我一点都不委屈。 你这样好的人,是我高攀。 说完,我才意识到自己举止不妥,连忙将手缩了回来。 公子轻笑,你才见我第一面,怎么就觉得我好? 直觉,我的直觉一向很准,我实话实说,他这样温和,不会是坏人的。 公子又笑了,笑得罪人。 日后,还有很多时间来检验你的直接。 万一林姑娘真的判断错了,我可放你自由。 这一夜,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中间隔了一条小河。 其实,原本他是想在一旁的小榻上过夜的,他说怕我与人同榻不习惯。 眼盲的公子摸索着想要走到小榻,走两步却忍不住咳嗽起来。 可怜成这样,我怎么忍心让他睡小榻? 于是一把拉住了他,我们一起睡,中间隔点距离就行了。 公子闻言笑得眉眼弯弯,多谢林姑娘。 第二日,我要与公子一同去给长辈请安。 我收拾好出门时,公子已经在外等候了。 公子,听见我的声音,他微微玩耳,右手疏然被他轻轻握住。 别叫我公子了,叫我长恩。 我微微正愣,他呼绝不妥,急忙松开手,温言解释,待会儿见祖母。 你我称呼太过生疏恐不太好,你唤我长恩,我唤你朝朝如何。 看着面前如玉般的人,我也忍不住柔声。 好,长恩。 昭昭,我眼盲,你可否牵引我一二? 当然可以。 我用两指轻握住他的食指,往右拨弄。 长恩,手指的方向便是你该走的方向。 好,多谢昭昭。 于是我牵着长恩的手指走过小径,长郎。 一路上,许多丫鬟仆从向我们行礼,公子皆温和地笑着应答。 到了前厅,只有祖母一人,公子的爹娘都不在。 祖母慈爱地朝我招了招手,二话不说,往我腕上套了个翡翠镯子。 她说我是个有福气的好姑娘,让我日后好好与长恩相处。 我看着腕子上晶莹剔透的绿,一股脑的点头。 其实,祖母不说,我也会好好对她的。 若不是薛家娶我进门冲喜,我早就被舅母卖去京城做继子了。 薛家是我的恩人,长恩公子也是我的恩人。 嫁入薛府半月有余,公子的身体好了许多,不再整日咳嗽。 祖母说这是我的功劳,她把我叫到跟前,又塞给我一只金簪子。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金子,那簪子放在手里,我没出息地抖个不停。 祖母笑着拍拍我的手,说我的福气在后面,得了簪子。 祖母又给我派了个小丫鬟,叫翠喜。 翠喜是个圆脸姑娘,话多又爱吃,她说九岁就来了薛府,对薛府比对她家还熟悉。 为了证明,她把她知道的都跟我说了。 祖母有两个儿子,大郎死了二十年,只留下大夫人和大少爷相依为命。 薛二郎是经商的好手,生意做到了五湖四海,但常年不在府中,与夫人感情不太好。 薛二夫人,也就是我的婆母,日日待在小佛堂,烧香拜佛,不问世事。 成亲第二日,我本想去看望她,却被祖母拦住了。 祖母说婆母不会理我的,她连自己的儿子也不理。 翠喜说,公子自生下来就是如母喂养,二夫人从没管过。 我不知其中缘由,却对公子多了一分心疼。 祖母老了,二夫人常年礼佛,大少爷跟着二老爷常年在外做生意。 事已,薛府如今由大夫人掌中馈,云州城里薛家的铺子也是代夫人在管。 我找到代夫人,想要帮府里做点什么,正在算账的代夫人直起身。 放下笔,摸摸我的头。 招招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好好陪着长恩就好。 于是我每天都陪在公子身边。 公子虽眼忙,但依旧能写出一幅好字。 他每日清晨都要在房中练上一个时辰的字。 而我就负责为他准备好笔墨。 练完字时,我便为他端来汤药。 公子怕苦喜甜,每次喝药,好看的眉头便会皱起来。 我忽然想起来,我从前酿的甜酒,清甜可口,公子应该会喜欢喝。 于是,后来我给公子送药时,还会打上小碗的甜酒。 公子说,有了我做的甜酒,他再也不怕喝药了。 对此,我十分有成就感,想着要是公子喜欢喝,我给他做一辈子的甜酒也可以。 我端着要进院,公子正独自坐在石凳上刻木雕。 刻木头是公子眼忙后寻到的消遣。 刻刀锋利,祖母怕他受伤,便不许他再刻,还叫我加以监督。 许师听到了我的脚步声,我还未出声,他便已放下了手中的刀和木头,转过身对着我玩耳,吵招。 我放下托盘,语重心长,长恩,让祖母知道,你又该被骂了。 他心虚的敏唇,随机扯了扯我的袖脚,笑得狡黠,我知道吵吵不会告状的。 望着眼前生动的少年,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只要你小心点,保证不受伤,我就不会揭发你。 我边说,边把药碗放在他手里。 少年眼眸弯得像月牙,一手端着药,另一只手伸出四根白皙修长的手指,我发誓,绝不受伤。 说吧,一口喝掉了碗中黑乎乎的药,放下药碗,他在托盘上摸索。 招招,今日没有甜酒吗? 我放了颗桂花糖在他手心。 你最近又开始咳嗽了,甜酒不能再喝了。 面前的人有些失落,微微叹了口气,但还是乖乖地把手中的桂花糖塞进了嘴里。 要喝完了,公子继续刻木雕,呆板的木头在他手中变成了人的形状。 我坐在一旁,扶在石桌上练字。 这是公子给我布置的任务,他叫自己的小书童教我识字,每日练字要练够午夜宣纸。 虽然手酸,但我很高兴,高兴自己也是个有文化的姑娘了。 忽有清风拂过,带着淡淡桂花的香气。 天边浇阳跌落,像是被泼上了一大潭洋眉酒,美得醉人。 我抬眸,看见霞光映照下,美如画的轻衣公子。 公子神情认真,只是那双漂亮的眼瞳没有焦距。 祖母同我说过,公子的眼睛不是天芒,是十四岁那年生了一次重病,连着高热三日后,眼睛才下了。 十五岁以前的薛长恩,是云州城里有名的神童,才智超群,出口成章,十二岁就中了秀才。 彼时,薛家是云州有名的富商,可是农工商,薛府若能出个入室的,那才算是光药门眉。 当年薛家大郎本有希望光宗药祖,二十岁中了秀才,举家欢庆,却在前往京城的路上染上了瘟疫,还没到京城就病死了。 隔了十几年,薛家好不容易又出了个神童,又是一场病,竟让好好的神童变成了瞎子。 不仅眼瞎了,连身体也缠入了不少,需要常年喝汤药,养着身子。 祖母说起这些的时候,双手拍膝,一脸的愤然和痛惜。 这些年,薛家请了无数名医上门,却也无济于事。 潮招,潮招,你还在吗? 思绪被拉回,公子早已停了手上的火,迷茫地双眼望着我的方向,不知是不是错觉。 我竟觉着公子声音里似乎还透着隐隐的慌张。 在,我在呢,我急忙回答。 自恋完了? 我答,恋完了。 言罢,公子脸上一出一抹浅笑。 真好看啊,我看呆了,像画本子里飘逸出尘的神仙。 只见那神仙弯着眉眼朝我勾手,我是个没出息的凡人,轻飘飘地就被勾到他面前。 神仙拽着我的袖脚,语气里带着几分祈求。 昭昭,今晚有灯会。 我从未去逛过灯会,你能不能带我去逛逛? 我想了想,灯会上人头攒动,公子体弱眼盲,不太安全。 而且这件事,祖母是兔绝计不会同意的,祖母不许公子外出。 于是,我很认真的说,不能。 公子切而不舍地求我,我坚持不懈地拒绝。 不知多少个来回后,我还是妥协了。 哎,我这人天生好色,大概永远抵挡不住美色的诱惑。 等到天色昏暗,我让公子换上最朴素的衣服, 然后拉着他的手偷偷从后门溜了出去。 今夜的云周城,灯火通明,如天宫星室,光华璀璨,荣荣如海。 我牵着公子的大手,与他一同走在街上, 被小贩的吆喝声,各种食物的香气包围着。 路过一个卖唐人的摊子,公子停下了脚步。 我低声问他,是唐人,想吃吗? 公子没有焦距的眼睛里仿佛闪着细细碎碎的光, 他乖巧地点点头。 看我们停留,卖唐人的老伯立马站起身来, 公子姑娘买个唐人吧,各式各样的唐人我都会捏, 一个只要三文钱。 我从钱袋子里掏出六文钱递给老板, 两个,一个捏兔子,一个捏狼。 说话时,公子在身后轻笑了一声。 我回过头问他笑什么? 他说,我笑朝朝,与我心意相通, 我刚好想要狼的唐人。 我也笑了,接过老板手里的兔子唐人给他。 想什么呢? 你的是兔子,我的才是狼。 说完,也没有注意他的神情, 便拉着他往前走去。 若是我稍加留神,便能看见他脸上一反常态, 不怀好意地笑。 只可惜,我傻得很, 只是乐呵呵牵着公子的手, 又去买了两盏花灯到了河边。 我与公子皆蹲在河边, 闭言许愿。 许愿前,我斟酌了许久, 自嫁入薛家后, 我在不愁吃穿, 再不必胆战心惊, 会被舅母打骂。 如今的生活我很满足, 我想来想去, 想到了公子。 他是少年天才, 却突然成了瞎子, 一下子从天上到地下, 虽然他每日脸上都是笑盈盈的, 但心底难免不落寞。 于是我诚心许愿, 希望薛家二公子薛长恩能早日恢复光明。 许完愿, 我将我们俩的花灯放上湖面, 有风吹过, 花灯便随波远去了。 回府的路上, 我牵着公子的手慢慢走, 公子的脸上还扬着笑。 他说, 招招, 谢谢你, 今日我很开心。 说着, 他把手与我的手相合, 食指相扣。 他的手好大, 好热。 那热气好似传到了我身上, 我觉得我的脸好烫好烫。 我红着脸, 说话都有些口吃, 不, 不用谢。 心中乱得像有人在打鼓, 脸也止不住地发烫。 我一言不发, 牵着公子从后门回府, 结果没注意撞到了一堵墙。 因着我停下来, 公子的胸膛也撞上了我的后脑勺。 我本就不聪明的脑袋受到了两次暴击。 长安。 墙开口说话了。 我揉着脑袋定睛一看, 刚才的墙, 原来是赌肉墙。 面前是个高大的男子, 面容俊朗, 但不如公子好看。 我正思索着这是薛家哪号人物。 身后的公子却突然开口, 大哥, 原来这是薛大少爷。 我立刻跟着公子行礼, 大哥, 薛大公子眯着眼睛, 上下打量着我, 这就是你娶的心腹。 天课后, 薛大公子灿然一笑, 还挺可爱。 这薛大公子笑起来吊儿郎当, 与公子完全是两种风格。 公子依旧与我食指相扣, 他站在我身前, 将我挡了一半。 大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两个时辰不到, 刚才我还去你院子里寻你来着呢, 叫了几声都不答应, 原是被你这胆大的心腹带了出去。 公子拱手, 声音轻润。 还请大哥不要告诉祖母, 大少爷摆摆手, 我不爱告状。 说吧, 他腾空而起, 翻上了墙头。 我惊讶地看着坐在墙头上的人, 心想, 有门不走, 为何要翻墙? 这个大少爷好像有点蠢。 大少爷看着我吃惊的神色, 资着牙乐道, 弟妹放心, 你大哥我从小就翻墙, 熟练得很。 我发誓, 我可没有担心他的意思, 是他太自作多情。 我握紧公子的手, 莫名有些心虚。 我侧头偷看公子神色, 依旧是笑意浅浅。 公子实在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自入薛府到现在, 我都没有见他不悦过。 从前在舅舅家时, 舅母和表哥喜怒无常, 我稍有不对, 他们便会大发雷霆, 不是打骂, 就是把我关在柴房不给饭吃, 不给水喝。 所以, 新婚夜初见公子时, 我就在感叹, 世上竟有如此温柔好看的人。 但是现在他这个笑让我有点不太开心, 他为什么还在笑? 回了院子, 有专门的仆从帮公子沐浴。 我刚坐下, 翠喜就扒着门鬼鬼祟祟地唤我。 朝儿, 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翠喜拉着我到院外的角落才停下, 我们俩蹲在墙角, 他一脸神秘兮兮, 好像要说什么大事, 勾起了我的好奇。 我可是把你当姐妹才跟你说的。 我点点头, 示意他快说。 翠喜清了清嗓子, 大少爷带回了个神医, 说是能治好二少爷的眼睛。 真的, 那太好了, 听了这消息, 我是真的欢喜。 可翠喜醋着眉, 看着我恨铁不成钢似的。 好什么好, 二少爷要是不瞎了, 你还能当二少奶奶吗? 如今已经历秋了, 再过不到一月, 表小姐就要来了。 我问, 表小姐是谁? 表小姐是大夫人娘家的侄女。 你知不知道表小姐长什么模样? 我摇头, 表小姐就像那话里, 表小姐的仙女。 柳叶一样的美, 秋水一样的眼, 芙如凝枝, 纯似英红。 性子也娇娇柔柔, 关键是, 二少爷喜欢她。 听到这句话, 我心里有点酸, 绷着脸问, 你怎么知道公子喜欢表小姐? 因为表小姐, 以往每年秋日都会来薛福小柱, 她跟二公子一起游湖泛舟, 一起吟诗作赋。 二公子还给表小姐写过信, 翠玺说得情真意切, 末了还补上一句, 我可是九岁就来了薛福的, 所言皆实。 我心里又酸又炸, 但想到公子温玉一般的人, 我好像真的配不上。 翠玺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看啊, 你现在的位置很危险, 作为你的好姐妹, 我觉着你现在多捞点钱财, 到时候走的时候才不亏啊。 还有, 翠玺的声忽然就停了, 我抬眸看她, 她的视线正呆愣地停留在我身后, 昭昭, 怎么不在房里? 熟悉的声音精准地传进耳中。 我心虚地回首, 公子笑得温和。 我的手被公子握着, 他拉着我向屋里走去。 公子拉着我走得很快, 我都来不及回头看看翠玺, 他此刻一点都不像个盲人。 进了屋, 他更是熟练地关上了门, 要不是他的眼睛 依旧没有焦距, 我都怀疑他能看见了。 更让人惊讶的是他接下来的动作。 我的腰被他紧紧箍住, 公子微微弯下腰, 将下巴搁在我颈侧, 清朗的声音变得微雅, 语气里似乎还带着些凶狠。 吵招, 以后不要听旁人胡言乱语。 多看看我吧, 娘子。 这样的公子我没见过, 像只饥饿的狼。 后腰抵着桌案, 很疼, 疼得我的声音都忍不住颤抖。 公子, 你怎么了? 听到我的声音, 公子松开了手, 神色也恢复清明。 他脸上又患上了温柔和煦的笑。 夜里, 我们躺在一张床上, 中间依旧隔着一条小河。 我心乱如麻, 脑中是今晚发生的一切, 拿着兔子唐人的公子, 与我食指相扣的公子, 将我抵在桌案的公子, 还有脆洗口平方钟公子的心上人表小姐。 过了一会儿, 房中响起了浓重的呼吸声。 我突然有点害怕, 温柔的公子好像有两副面孔。 他今夜估着我腰时, 像只吸人惊魄的狐狸精。 我睡着了, 他会不会就起来吸我的魂魄了? 我害怕得不敢睡, 压下一阵阵困意, 最后却还是迷迷糊糊地失去了意识。 所以我不知后来那狐狸精真的贪恋地拥我入怀。 第二日, 我睡到了日上三杆。 薛府虽没有请安的规矩, 但我十几年来早已习惯早起, 今日竟然起晚了, 太令人惊讶了。 然而当我准备起身时, 我发现了更令人惊讶的事。 我和公子之间的小和不见了, 我的腰被两只长而有力的手臂环抱着, 动弹不得。 正僵硬着打算把公子的手掰开时, 他说话了。 娘子好香, 没醒, 是梦意。 可是公子的手越抱越紧, 我的心越跳越快。 完蛋了, 我要完蛋了, 心快要跳出来了。 我被迫在公子的怀里, 又躺了半个时辰。 腰上的手突兀地松开, 公子一脸歉意, 声音轻柔地向我解释, 招招, 对不住, 昨夜梦见了幼时养过的一只小兔子, 小兔子可爱乖顺, 我将它抱在怀里, 万万没想到一醒来, 怀里的竟然是你。 公子神情恳切, 乌黑的眼睛依旧没有焦距。 招招, 你没有生气吧? 我下意识地摇摇头, 没有。 当然没有, 高兴都来不及呢, 我怎么会生气呢? 这个回答让公子放下心来, 嘴角又溢出温润的笑。 公子依旧是那个温良如玉, 俊逸四仙的公子。 翠喜没有撒谎, 大少爷果真带回来一个神医。 神医是个秃头老翁, 穿着破破烂烂的麻衣, 笑起来牙齿漏风。 明明是一副极不靠谱样子, 祖母却将他奉为上宾, 还同意让他给公子单独看诊。 看诊的地方就在神医老头住的客房。 我对此很不放心, 整个过程, 我都守在客房门口。 仅半个时辰, 神医就已经站在前厅, 捋着短胡子, 一脸胸有成竹地说, 学二少爷的眼疾小病一桩, 只需每日在眼上敷我开的药, 敷足一月便可重见光明。 此话一出, 所有人脸上皆是惊讶之色。 祖母脸上难眼惊喜。 二公子瞎了三年, 薛福请了无数名医, 上门也没能治好。 你却说是小病, 若是治不好, 你该当如何? 这话是大夫人问的。 那神医老头自信一笑, 若是治不好, 老朽的命便交给薛福处理。 这句话让祖母大喜, 直接许诺那老头 要是能治好公子的眼睛, 酬金随他开。 祖母是真的很想 治好公子的眼睛。 公子的眼睛每天都要敷药, 敷完药我会替他蒙上一层白纱。 这是神医的要求。 眼蒙白纱的公子依旧好看, 挺鼻薄唇, 俊意出尘, 像天上来的神仙。 我时常会盯着他发呆, 想象他那双漂亮的眼睛 有了焦距的样子, 或者想起那天晚上 他截然不同的凶狠的模样, 以及第二天清晨 他将我搂在怀中 温言解释的样子。 我常常想得脸红, 翠喜说我这是喜欢上了公子。 我慌了。 我本是云州淮县柳相 最普通的姑娘, 如果不是祖母请的大师说 我是大吉之人, 能救公子, 能忘薛家, 我是做不成薛二少奶奶的。 其实在淮县, 我的名声不好, 我十岁客死爹娘, 被舅舅家收养, 又在十二岁那年, 害得表哥断了条腿。 周围的人都说我是害人精。 舅舅和舅母也不惜我, 薛家来提亲的前几天, 舅母才跟任雅子谈好价格, 要把我卖到京城去, 薛家的彩礼是任雅子出的钱的五倍, 舅母才欢欢喜喜地把我嫁到了薛家。 虽然薛府下人都叫我二少奶奶, 但我自知我是配不上公子的。 再过半月公子眼睛好了, 我与他更是云泥之别, 况且他有心上人。 我压抑住自己躁动的心, 时刻警醒自己与公子的差距, 拉开与公子的距离。 为了离公子远一点, 我把为公子赋药的活还给了神医老头, 去找了大夫人, 大夫人看着我一脸懇切, 答应教我算账。 教了两天, 大夫人忍不住摸了摸我的头, 夸我聪慧。 我八岁就把算盘剥得砰砰响了, 怎么也不见母亲夸我一句聪慧。 大少爷一身电青色窄绣云断锦袍, 嘴角勤着笑, 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夸你聪慧你就能给我娶个媳妇回来。 大夫人撇嘴, 撑她。 大少爷侧过头, 偷偷做了个鬼脸。 待夫人见了, 气急朝大少爷的胳膊上狠狠捏了一下。 真好, 大夫人和大少爷的感情真好。 我想到了公子的母亲, 我只见过她一面。 快四十岁的妇人, 指着一件月白素裙, 发用一只翡翠簪丸起。 荣姿轻艳, 温婉脱俗。 那是公子第一天敷药, 二夫人就在院外。 她在院门外徘徊, 不时往里看。 我一眼便知晓她就是公子的母亲, 因为她的眉眼和公子的太像了。 等我替公子上完药追出去时, 二夫人正准备走。 我叫住了她, 母亲。 妇人回头, 眉目清冷。 听说, 她的眼有法子, 能治好了吗? 我点头, 嗯, 那神医拿性命担保, 应当是没有问题。 下一秒, 她塞了个檀木盒子在我手里, 只留下一句新婚礼物, 便转身就走了。 我望着美妇人的背影有些发症, 空气中还残留着淡淡的檀香。 进院后, 我同公子说了这件事, 她只是笑笑, 笑得很浅, 还带着点冷意。 我打开盒子, 里面装着的是两串紫檀佛珠手串。 公子没药, 让我收着, 我便把它安置在我的庄帘中了。 公子住的墨园, 离大夫人住的春园很远, 或者说是墨园太偏, 算账算到入夜。 我有些累了, 大夫人就提议在春园收拾出来一间房让我睡。 我有点犹豫, 她道, 放心吧, 让人去跟长安说了。 听到这句话, 我点了头。 入薛府以来, 我第一次不在墨园, 睡就梦见了公子。 我梦见眼蒙白纱的公子将我压在身下, 勾着坏笑换我, 娘子。 修长有力的大手缠上了我的小衣, 柔软温热地唇贴上了我的唇角。 床漫飘飘洒洒落下, 我几乎软成了一滩水。 窗外天色朦胧, 我坐在她边, 想要平复动荡的心。 刚刚的梦太疑你, 醒来时小衣都有些湿了。 脸颊发烫, 心中满是羞耻。 我竟然对公子有如此龌龊的想法。 不行, 不行。 等公子眼睛好了后, 我就走吧。 带着这个想法, 我已经五日没回墨园了, 再有七日, 公子便可摘下纱布重见光明了。 整整五日没与公子见面, 我的心平静了很多, 那夜的梦成了我心中的秘密。 神医老头倒是跑到我面前, 发了几句牢骚。 他抱怨每日早起辛苦, 又说公子冷心冷面。 我算盘打得砰砰响, 只当他说得胡话, 公子明明温润有礼。 老头走了, 翠喜又来了。 小姑娘跑得气喘吁吁, 回来了。 谁回来了? 二老爷回来了, 还有表小姐也来了。 我停下手里的动作, 有片刻正愣。 翠喜总算喘完最后一口气。 别愣着了, 老太君让你和二少爷一起去前厅。 好, 我回了墨园, 换了身衣上, 牵着公子的手往前厅去。 公子的手还是又大又暖, 一路上他都没同我说话, 一片寂静中。 还是我开了口, 公子这五日过得怎么样? 公子不似以往温和神情冷淡, 挺好的。 还挺稀奇的,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见公子生气。 虽不知生什么气, 我还是好心安慰他, 据说表小姐也来了。 我的安慰好像没有用, 公子冷哼一声, 加重了手上的力度, 我的手被他的大掌紧紧包裹住。 温热的触感又让我想起了那个春梦, 头脑发热, 心绪紊乱。 我们到时, 前厅很热闹。 祖母做主位, 两旁站着大夫人大少爷, 还有另外两个生面孔, 大家正在说笑。 男子不惑之年, 身量依旧挺拔, 面容俊美。 另外一个年轻女子, 禽首峨眉, 听听鸟鸟, 正如翠喜说的, 表小姐美若天仙。 我看她时, 她正好转头, 我与她视线交汇, 只一瞬间, 我就心虚地一开眼。 因为她和我身旁的公子一样耀眼, 如翠喜说的那样, 她们看起来很相配。 招招, 长恩, 快过来。 祖母朝我们招手, 公子主动握上了我的手, 牵着我到了祖母跟前。 祖母给我介绍了二老爷和表小姐。 二老爷是个温文儒雅的人, 她笑起来和公子很像。 你是招招吧? 我点头, 父亲。 她递给我一个金丝楠木的盒子, 大小与二夫人送的那个差不多。 这是新婚礼物, 你们的婚事突然, 我来不及从京城赶回来, 便准备了这个。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接了, 入府不过两个月, 我收了很多礼物。 学家是我的恩人, 我却没有回报什么, 还收了这么多礼。 多谢父亲。 是公子握住我的手, 与我一起接了礼物。 看着我们香蕉的手, 二老爷笑得慈爱。 一旁的表小姐脸上带笑, 眼睛弯成了月牙。 她迈着小步子走到我跟前, 换我, 二表嫂。 我叫柳若云, 你叫我阿云就好。 表小姐不仅人长得好看, 声音也好听。 可大少爷听了表小姐的话, 扑齿笑了一声, 你比弟妹大两岁, 还好意思叫她表嫂。 表小姐于是挽着祖母的手, 洋装生气, 要祖母教训大少爷。 祖母当真帮表小姐训大少爷。 臭小子, 自己这么大年纪, 也不娶个媳妇, 还有脸说若云。 大夫人也在一旁帮腔, 整个前厅其乐融融。 表小姐是个神奇的人。 她来了, 府里好像热闹了许多。 每次我经过庭院, 总能看见表小姐, 有时候在捉蝴蝶, 有时候让下人陪着捉迷藏。 薛府的长辈都慈爱, 也不说什么, 便让表小姐玩。 只有大少爷总是损她, 与她伴嘴, 可表小姐的嘴厉害, 每次大少爷都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表小姐还很爱来墨远找公子, 只是每次公子都会面露蕴色, 让人赶她走。 每每这时, 表小姐就会找到一旁敲算盘的我。 她躲在我身后。 昭昭, 她脾气这么坏, 你怎么忍得了啊? 我老实回答, 公子平时脾气很好的。 公子对谁都温和有礼, 唯独对表小姐面露蕴色。 跟翠玺说的他们一起游湖泛舟, 吟师作妇不一样, 公子好像厌疾了表小姐。 而且, 表小姐的性子也并不娇娇柔柔。 就这, 翠玺还说自己九岁就来了薛府, 对薛府的事了如指掌。 朝朝, 二表哥的眼睛真的快好了。 表小姐小口喝着甜酒, 问我。 我停下笔, 收好今日练的五张宣纸, 然后回答道, 嗯, 还有五日就能看见了。 听到我的肯定, 表小姐仰起一个狡黠的笑来。 她把甜酒放下, 将我拉到跟前。 朝朝, 我跟你说个秘密, 什么秘密啊? 表小姐笑得娇俏, 将唇贴近我的耳廓, 要同我说悄悄话。 她给我写过, 情间, 争中片刻, 我问她, 那你喜欢公子吗? 表小姐思考片刻, 嘴角上扬, 当然喜欢了, 我们俩都是坏呸。 我告诉你, 你们家公子是个十足十的黑心肝, 与我正相配。 坏这个字, 我不能同公子联系在一起, 表小姐刚刚倒是笑得挺坏的。 我心中已经有打算了, 我要去问公子, 确定她的心意, 若她与表小姐两情相悦, 我就去祖母面前自请和礼。 可我找来找去, 发现公子不在墨园。 我问公子身边的小叔童, 小叔童说公子好像去二夫人的小佛堂了。 小佛堂离墨园不远, 我走两步就到了, 我就站在门外等。 等了一会儿, 也没见公子出来, 于是我就往里面瞧了一眼。 小院子里也没人, 只佛像前躺着一抹白色的身影。 我着急忙慌地叫人, 却也没有人来。 我将二夫人抱在怀里, 看她的情况, 脸色苍白, 眼下有乌青。 用手指探过二夫人的鼻息后, 我才放下心来, 去找人来救她。 神医坐在榻前, 替二夫人把脉。 二老爷在一旁急得落了泪, 年过四十的八尺男儿, 竟落了泪。 薛福有谣言说二老爷二夫人夫妻感情不好, 想来也是假的。 别哭了。 你家娘子无性命之忧, 这么大年纪了也不稳重。 神医老头转过头来, 看见落泪的男子, 悠悠地开口。 二老爷呼觉羞愧, 用衣袖擦泪。 神医说, 二夫人是常年欲结于心, 昨夜许是着了凉, 又染了风寒, 才晕倒了。 二夫人念佛这么多年, 却排不尽心中忧愁, 尽不了心。 我端着药进来时, 看见的便是二老爷坐在踏前, 脸上还带着泪痕, 紧紧握着二夫人的手, 满眼疼惜。 二老爷接过我手里的药, 我来吧。 二夫人昏了快一日, 二老爷都守在他边, 偏偏二夫人醒来时, 我才将二老爷劝去休息。 病中的二夫人也是极美的, 眉似远山, 眸若秋水。 二夫人的手好冰, 我捧着冰凉纤细的玉手, 轻轻哈气。 二夫人笑了, 说我是个好孩子。 我说, 今日二老爷守了你一天, 二夫人却不笑了, 神情变得落寞。 母亲, 府里人都说, 你与二老爷关系不好, 我却瞧着二老爷是极爱你的。 二夫人摇摇头, 声音轻柔, 府里人没说错, 你也没说错, 仲远爱我, 可我不爱他, 我冷了他许多年, 我们的关系的确不算好。 仲远是二老爷的名讳, 二夫人顿了顿又说, 府中下人说我是个狠心无情的人, 也没说错, 我不爱仲远, 也不爱长恩。 昭昭, 你不该来对我好, 让老太君知道了他会不喜的。 老太君不喜欢二夫人, 我知道。 我依旧捧着二夫人微凉的手, 我道, 二夫人, 您不是无情的人对不对? 您有心爱的人对不对? 他头上常戴着的翡翠簪子, 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或许是某个故人送的。 二夫人正住了, 类似珍珠一样, 从眼中滑落。 她哭了许久, 但没说话。 二夫人大概想起了故人, 想起了不太美好的过往。 太难过的事情, 还是不要说了好。 晚上我回了墨园, 屋里的灯亮着, 但门却紧闭着。 我走近后, 听见了表小姐娇俏的声音。 表哥, 我们俩都是坏心肝, 让我睡你一觉, 我们最是相配。 公子声音冰冷, 不负往日温柔, 那看看你有没有命与我相配。 三年前没杀你, 算我仁慈。 你若再去招惹我娘子, 别怪我真的下手了。 杀人, 公子要杀表小姐。 表小姐还要睡公子。 听了这不得了的事, 我直接愣在了原地。 以至于, 表小姐冲出房门时, 我吓了一跳。 老天爷。 表姑娘搏耿畜, 还有一道血痕。 傻姑娘, 吓着了吧, 表姑娘笑着点我的额头。 你, 你流血了, 我指着她的脖子, 害怕地说。 谁料, 表小姐扯过我的手, 往里一推, 我就进了屋。 看看你的好公子,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话落, 表姑娘便关上了门。 公子站在他边, 眼上蒙的白纱, 沾了血迹。 容颜毅力, 面容慈悲, 似妖也似仙。 她缓步走到我跟前, 双手捧住我的脸, 吻上了我的眉心, 极尽温柔。 我无法忽视, 地上那把带血的匕首, 是已, 身子忍不住颤抖起来。 温润清河的公子, 原来真是个表里不一的黑心肝。 招招, 不要怕我。 公子轻柔地揽住我的腰, 然后将我打横抱起到了榻上。 公子温热的唇半, 在我颈侧游走, 我整个身子僵硬得不行。 忍着恐惧, 我问, 公子, 你刚刚是真的想杀了表小姐吗? 公子声音微雅, 假的, 我不过给她个教训。 轻轻不怕, 我不杀人。 我心想, 我不会怕的, 公子。 说吧, 公子用嘴挑开了我, 胸前如群的套袋。 我一下就意识到公子要干什么了, 我想起了那个令人羞耻的梦, 心中恐惧与兴奋交织。 我还是用手底住了公子, 我问, 你爱我吗? 公子。 公子嘴角样起温柔的笑, 我只爱朝朝, 我的娘子。 原来, 我与公子才是两情相悦, 这可真是太好了。 我不用走了, 我主动缠上了公子的腰, 净瘦有力, 解开腰带, 公子的青衫落在我脸侧, 好痒。 公子正愣, 似是想不到我的主动。 我乘胜追击, 咬上了公子的唇, 好软。 公子想不到的还有很多呢, 比如, 我也表里不一, 不过春宵一刻, 鸾杖内春光疑你, 不影响太多。 我勾住公子的脖子, 娇柔地咬了一口, 夫君, 专心一点。 公子唇角微扬, 似是受到了极大的取悦。 娘子与平时很不一样。 那, 你喜欢吗? 平日里清朗的声音似进了水, 好沉, 嗯, 很喜欢。 喜欢就快些进来吧。 帐漫被浮落, 有户扮演, 屋外不知何时起的狂风钻了进来, 吹得床榻摇曳作响。 此刻的场景, 与那日以你的梦重合, 真是, 好快活。 经此一夜, 我才知晓公子平日里只是看着眼盲体弱, 衣衫下藏着的是宽阔的胸膛和静瘦的腰。 夜里被他折腾得太累, 我睡得很沉, 甚至罕见地梦见了我的爹娘。 那时候我还不是骇人精, 我是怀献柳相最乖巧懂事的姑娘。 父亲好赌, 母亲软弱, 家里的琐事都是我来处理。 周围邻居都可怜我, 夸我懂事。 后来, 家中田地, 家里的积蓄, 母亲的嫁妆都被我爹堵没了。 看着家里空荡荡的米缸, 我受不了了。 我去找母亲,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想让她带着我离开这个惨淡的家。 可希望毫不犹豫地破灭了。 我透过门缝, 看见一脸乌青母亲哭着, 跟我那个吸血的爹说要把我卖了换钱。 我爹坐在地, 觉得无比荒唐。 一个烂毒鬼的爹, 一个只会顺从的娘。 我可太倒霉了。 那天的晚饭, 我下了蒙汗药, 十岁的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他们俩都捆起来。 母亲吃得少, 醒得早, 在一旁哭哭啼啼地问我要干什么。 我说, 我要把你们俩都卖了, 我都跟人牙子说好了。 母亲脸上又惊又怕, 招吵你疯了, 我是你娘啊。 我笑了, 讽刺意味十足, 对啊, 你是我娘, 你要把我卖了, 让这个烂人继续赌。 我脸上丝毫没了往日的乖巧, 朝他嘶吼, 你是我娘, 你让我过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你只知道哭, 让我跟你一起受委屈, 让我也被他打。 我把袖子挽上去, 将我手臂上的青子暴露出来。 你看看这个家, 什么都不剩了, 你还要让他继续赌。 你是天底下最没用的娘。 我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他只会哭着说对不起。 哭哭哭, 又是哭, 我被他逼疯了。 头疼欲裂, 我却又想起了很久以前 他教我做甜酒, 给我买桂花糕。 算了, 给他最后一个机会, 娘, 你要是真对不起我, 就把他杀了。 说完我平静地看着他, 他眼睫上还挂着泪, 我以为他又要哭了, 结果, 他说了句, 好, 当天晚上, 我们俩就合力把我爹拖进了河里。 我很开心, 想着以后的日子, 我俩好好过, 可仅仅过了几天, 他就病了, 他说他老想起我爹来向他索命。 我握住他的手告诉他, 他是失足掉河里死的, 跟你没有关系, 周围的人都以为他是失足落水死的, 那就让失足落水成为事实吧。 可我娘太心软了, 她整日不安, 整日愧疚, 只比我爹多活了一个月, 就病死了。 我舅舅来接我那天, 舅母很不耐烦, 他骂我是个索命鬼, 害人惊。 后来, 我依旧是乖巧听话, 可日子依旧很惨, 舅母经常打骂我, 我那肥头大耳的表哥, 对我有非分之想。 于是, 我想了法子把表哥的腿弄断, 他捂着腿尖叫的时候, 让我好兴奋, 但我不能表现出来, 不然会挨打的。 表哥不敢说是我把他的腿弄断的, 因为我威胁他要是敢说, 我就抹了他的脖子。 那么大的块头, 因为害怕, 色缩得像只鞍唇, 想起就好笑。 我一直都是个表里不一的人, 我表面乖顺听话, 但那里也是个坏心肠, 坏事我都偷偷干。 上一次干坏事, 还是在嫁进薛府之前, 我把手里所有钱都给了那个老头, 让他装作大师, 骗一骗薛家的老太君。 然后我顺利嫁进薛府, 我不算好人。 说起来, 我和公子也很相配呢。 一日, 表小姐来找我时, 脖梗处多了一圈青纱, 她对外说是追蝴蝶时, 被树枝划伤了。 表小姐脖子纤细, 粉色的青纱显得她更加娇嫩。 我在大夫人的院里敲算盘, 表小姐凑到我跟前。 招招, 昨天晚上你可知晓表哥的真面目了, 可怕吗? 我害羞笑笑, 挺可怕的, 公子的力气太大了。 表小姐醋眉, 你和他睡觉了。 我坦然点头, 表小姐气呼呼地就走了。 我继续敲算盘, 大夫人说我是个聪明姑娘, 算账算得很好。 夫人把府里账目给我看, 要我帮着她管理府上中馈。 薛府是我的恩人, 我当然要尽心尽力。 事已我又睡在了大夫人院里。 半夜, 我才吹了烛灯, 躺在床上还没闭眼。 门口便传来了响动, 是公子, 眼蒙白沙的公子, 爬上了我的床。 他侧身搂着我, 在我耳边滴雨, 娘子, 我好想你。 我依偎在他怀里, 听到了他胸腔中 有力的心跳声。 我哄着他问他 与表小姐的过往, 问他的眼睛 究竟是如何伤的。 他说了很多, 他说他幼时 就养在祖母身边, 无父母疼爱, 祖母爱他, 却更想他光要 削抚门楣, 于是他的幼年 只剩读书。 因此他没逛过灯会, 没吃过唐人。 他要我多可怜可怜他。 我亲吻着公子的唇角, 以示安慰。 可怜的公子 却始终没有回答 我的问题。 怎么办呢? 我的爱人 对我有些不忠诚, 有些烦恼, 但也没关系, 我想知道的事 总会知道的。 不说, 我便去找表小姐好了。 结果, 第二日表小姐就走了, 说是家中母亲病了, 要回去侍奉。 我目送表小姐上了马车, 公子在我旁边面色无辜, 恼我的掌心。 我越发好奇了, 公子到底瞒着我什么事。 公子接眼纱的前一天, 二夫人来找了我, 给了我一定金子, 她说她要走了。 我问她要去哪里, 她说她要去边关寻故人。 二老爷已经给了她和黎叔。 第一次, 我看见她脸上有了真切的笑容。 离开前, 她还劝我, 若狼无情妾无义, 便去寻自由。 她怕我也困在无爱的婚姻里, 跟她一样忧虑多年, 给了我一定金子做后路。 金子是好意, 我收下了, 但狼有情妾有义, 公子说了那句喜欢我, 只要她不赌, 我便一辈子不会放弃她, 一辈子不会让她离开我。 不过, 我倒是可以假装离开, 逼一逼我的好公子。 夜里, 我背着收拾好的行李, 敲咪咪往脚门走。 公子敏锐, 应该很快就来了。 果然, 我刚晃悠到脚门, 公子就追上来了, 眼上的白纱不见了, 一双琥珀色的眸子 在月光下闪烁, 像藏了星星。 她的眼睛能看见了, 月灰倾洒, 夜风微凉, 树影摇曳, 眼前公子面若神佛。 神佛红了眼尾, 握住我的肩, 阴色阴雅, 轻轻要逃去哪里。 我故作伤心, 公子说过要放我自由。 可昭昭, 你说过你爱我, 为什么还要走呢? 说着, 公子将我揉进怀里。 我不许你走。 我爱公子, 可公子待我无意不是吗? 我的声音都在颤抖, 好似真的伤心欲绝。 不是的, 我爱你。 那你为何不能告诉我, 三年前, 你与表姑娘的事? 相爱之人要互相忠诚, 不是吗? 公子, 告诉我吧, 公子, 我目光灼灼地看着眼前的人。 公子神色犹豫, 你保证不离开我。 昭昭, 你保证。 我举起手, 虔诚发誓。 即便如此, 公子还是怕我离开, 将我的包袱扔掉, 强带着我回了墨园。 公子捧着我的脸轻吻, 从眉毛一路到下巴, 轻柔至极, 像是柔软的春花在轻浮。 结束后, 公子颤着声音, 同我讲她与表小姐的渊源。 表小姐第一次来薛府是十三岁, 公子比她大一岁。 十四岁的公子生得唇红齿白, 面容俊秀。 柳若云对她一见钟情。 柳家的嫡长女是个有手段的女子, 恶毒继母和心机继妹, 皆被她收拾得服服帖帖。 见到薛家二公子的第一眼, 心里想的就是要得到她, 不择手段。 而薛长恩见到柳若云的第一眼, 是厌恶。 她眼中浓烈的欲望让她厌恶。 她百般纠缠, 她约她游湖泛舟, 约她银湿赏花, 她万般厌恶, 应下约, 将她推下水, 写信威胁她。 可柳若云, 是一个窃而不舍的人。 第二年秋天来薛府的时候, 她做了一件坏事。 她给公子下了迷情箱, 然后偷偷爬上了公子的床。 冰激玉谷, 半露相间。 公子差点就没了清白, 幸好她凭着最后的理智 把柳若云捆了起来。 第二日, 她就用药弄瞎了自己的眼。 故事讲完了, 公子紧紧地将我搂在怀里, 我能感觉她的手在颤抖, 她在害怕。 她觉得她差点失了清白, 怕我离开她吗? 没关系, 我不会离开她, 只要她不去赌方, 我就陪她一辈子。 我温声安抚她, 没关系, 公子, 只要你的心是我的, 我就永远不会离开你。 她钻到我怀里, 搂住我的腰, 很紧很紧。 我假装没有看见 她眼底狡黠的笑意。 二夫人出走的消息 传到了祖母那里, 她把二老爷叫到房里 打了一顿。 原本康健的老太太 被弃病了。 好在公子复明的消息 又治好了祖母的病。 祖母高兴惨了, 甚至想要敲锣打鼓, 大办筵席。 公子拒绝了, 理由是她只想专心读书。 早日考取功名, 到那时再办筵席会 更给薛府天光。 祖母喜不自禁, 给公子请了最好的先生 来府中教导。 来年春天, 二老爷走了, 又出门做生意去了。 这一次, 大公子没有随二老爷出门, 说是留下来帮母亲料理 云州城的商铺, 顺便娶个媳妇。 公子读书很用功, 我算账也算得起劲。 大夫人给了我两个成衣铺子, 我时常要去各个部装挑选布料, 研究衣裳样式, 时常不能归家, 索性住在铺子后庭的房间。 公子对此不满, 常常在深夜爬我的床, 轻轻叼住我的耳垂, 然后哈气, 好想娘子, 像只勾人魂魄的狐狸精。 我白日为生意劳累, 懒得搭理她, 她就物字抱着睡着的我, 亲吻, 从头到脚, 十足地变态。 第二年秋日的时候, 表姑娘梅再来薛府, 据说家中已为她定了亲, 对方是京城三婴世家王家。 表小姐有手段亦有野心, 或许没了功夫 再来管公子这个消遣。 我得知此事, 特意单独写了信, 选了礼物送去京城恭贺她。 又过一年, 终于迎来了科考。 八月秋为公子中介园。 祖母欣喜若狂, 六十岁的老太腿不疼了, 腰不酸了, 食欲也好了。 一下子年轻了不少。 次年三月的会事, 公子又中会员, 一月后的殿氏, 公子的文采得圣上赏识, 又因其面如关玉, 气度不凡, 做了探花郎。 回云州城那日, 她头戴金花乌纱帽, 身穿大红袍, 脚跨金安红棕马, 意气风发, 毫不风光。 祖母在薛府门前喜极而泣, 说她此生圆满。 我注视着马上的探花郎, 笑意盈盈, 只一眼, 公子便翻身下马, 下人们赶忙去扶。 越过众人, 公子直直看着我, 轻声问, 无期想我否。 我笑而不语, 她恼了, 夜里将我压在身下, 娘子, 说你想我。 我被迫求饶,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半年不见君, 我思念如狂。 窗外春寒撂鞘, 细雨如丝, 屋内春意盎然, 生机勃勃。 往后匪朝依稀, 只愿朝朝如愿, 岁岁安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